他这个电魂闪真快 开场就点 我们是不是还没挂小索 确实是 现在挂上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 可以等价转化成 伺服这个东西出到现在 一共出了多少本 类似吧 大家伺服的这个总量 应该也是挺高的 对褪色的附魔宝珠 这个特别 这个更恶心 他不能扔仓库 你要么就点出来 你要么就放包里 伺服玩人少 真的很少吗 但是时间长 伺服到现在位置 我平时不看直播 但是我看过人家的那些视频 就是给人家点什么伺服的 好家伙的 很快一百多个就这么点过去了 甚至还有些什么 先次服再打输这种 我感觉很多 不管成本吧 就是伺服不也是很小概率 所以我估计 出不了多少吧 反正明天看啊 明天看大家看 出了以后 这个东西 我相信肯定会上系统 这边系统肯定是会上的 横幅会不会出呢 我感觉也会出 大家到时候在区里上游戏的 可以看一看 我也挺好奇的 到底能出多少本 买一本超级兽局 然后获得了超级图属性吸收 之类的 我的副本能开都开完了 剩下的我都打不过了 血量太多了 CC的这个副本 就是主播的这个副本的任务 我觉得 以我的智商 我能够想到超级否定的应用 就是配合星星向荣和静台宝 把这个宝宝的血量拉满 我只能想到这个 哎呀 突然觉得自己好亏呀 你们有没有人前两天看我直播呢 记不记得我前两天刚挖了一本高法报 然后现在就出道人了 他们搞法报肯定瞬间又要降点钱吧 我又不急真败 直接扔仓库了 总觉得好像自己放那儿就亏 第一把 第一把没赢 双效力不让放下 也没放下 抓着 不是也没怪你 我只是这么一说而已 有超级强力 攻击会降低 可以先算个盾 比狐哥还能小 对面应该是二号宝宝开化成 然后化成活血的 有没有灵性操作 给二号宝宝丢断线木 这种操作 他们那些打国标的很爱玩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很爱玩这样的操作 当回合也降 然后下回合也降 一共两回合 不想让他丢放下 他大堂起野兽了 然后被点死了 一直没有放下 那对面又要笑地府了 这回合笑一次 然后下回合再笑一次 地府就没弄了 碰放下 看他们指挥的想法 其实也有这样的操作 地府喝酒了 这回合对面可以点杀了 因为我感觉 我们这边这回合 可能会化成醍醐地府 让地府就放下 两个点都不会去防 对面是怀和 对面这回合是可以点杀的 我觉得是蛇丹酒 他二号宝宝开大堂就可以点 点谁呢 我倾向于点大堂 要不要看一下 喝的是什么酒 我觉得就是蛇丹酒 是蛇丹 没必要喝真鲁酒 没必要喝真鲁酒 我只能说 对面女儿村居然是孝地府 而不是封地府特技 我猜到了对面点啥 但是我没猜到对面会点神木 这把女儿村封了一下地府 也算是防了一手 24加24 48加66 48加66 134 对面女儿村笑语堂到70 如果她用了那个神器的话是82 134减82 那也够放下 真路9加66点路 140平的话 剑慧是140还是130的来着 我操 爆 还弹了个假 爆一下 没准真能死 这个神木灵不讲道理的 天哪 我都不敢想 这个神木灵拿去刷18门该有多爽 打宝图 你这个打宝图就有点 档次就有点 下去了 比我还下去 不够耐久 不够 分合结束 我再改一下这个直播标题 看起来 是 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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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得行啊 这把有没有想法 封对面大唐特技然后点他女儿孙 感觉可以点 我觉得他大唐会放金青防点杀 封他特技点他女儿孙 那这个点杀有点猛啊 这万一 万一特技没封上就报警了 出宝宝 点着神木 治疗了一下 咬铃铛咬跑了 咬跑他宝宝开神木密润呢 但是没开出来 跑了所以他那个神木跟着罚站 没开来 没开来 对 没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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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人家宝宝飞里也不慢 反正想到对面如果要防点杀的时候 就要想起对面大唐是满怒的 有一把金青 我经常看他们有些打国标的防点杀 就真的杀的不防 就靠慢速一把金青 他就当防了 只要金出来 小死亡肯定是解掉了 然后后面就不用管了 其他人该干自己的事就干自己的事就好了 他们这些打国标都这样打的特别猛 而且这种金青往往是很隐蔽的 就是好像时间很长了 这个怒已经存了 也一直没涨 这会儿两边都出青石了 金青抗风 金青保出手 但是我们这个金青不抗风 这个金青抗风 挂不出来就挂不出来了 这又魔镜又修行 给他伤害拉满 还好没让他刷到七杀 罗 罗 哦 没有 我们这是不抗风的 我们这个金青是不抗风的 化身的金青 他那个后面不是163 他那个因为我们这边宝宝是平杆 然后他有个盾 他就是抗性比较高 然后打过去是打不死他 不够163点血 然后壁垒 只有用壁垒击破才行 壁垒击破 他会额外附加自身等级乘以1的伤害结果 180几的宝宝就会附加180点血 所以就算对面抗性再高 一定能打181点血 如果显示的不是181 那就表示出了一些其他的特特特特特别的效果 什么神又163之类的 如果低于181啊 不是不是 他有可能超过 但不会低于 格挡也挡不了 他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什么感觉 有点像是法术 附加的样子 他是 他感觉像是用法术的形式附加上去的 就固定会有 格挡挡不了 不是这场随便打打 赏金赛 赏金赛是不是打过了 赏金赛打过了 2月26号下午的已经打过 晚上的那把打过了 这随便打过 去 他倒是也不着急 炎 这回合对面可以点杀 他女儿孙患昆蓬 昆死大堂 就可以点了 感觉这点还挺不错 神木防了 谁 我们这边的神木吗 防了一手 防对面点神木 起风了 孩子不一定点了 能配上素 这是不一定能配上素 这就是风林火山的缺点 这就是风林火山的缺点 昆死以后你宝宝可能不配素 还有金青 还有金青 刚才打钓鱼岛赢了 对面依然是点法师 他怕自己找不出来 他怕自己找不出来 这回合他肯定得钓鱼岛赢了 这回合他肯定得针了吧 19回合 这回合他肯定得钓鱼岛的钓鱼岛 这回合他肯定得钓鱼岛的钓鱼岛 这回合他肯定得钓鱼岛 这回合他肯定得钓鱼岛的钓鱼岛 这回合他肯定得钓鱼岛的钓鱼岛 他没挂中 而且他很少有一个负面踩圈的状态 感觉能空切 他也空切了 然后他就把把我们这边地府点倒 他还没法针我们这边的地府 那我们这边地府是一定能延出去的 这不可能延不出去的 本来如果地府站着的话 他还能针一下 这个鱼岛剑法过于搞笑 实在是觉得很好笑 怒怒戳我的笑点 粉丝 这个是 我怀疑对面会逆境 有没有可能会逆境 增一下地府 他这回合无魂只要中了 他也会增我们这边地府 也防了一场逆境 他也防你 好家伙 两边化身不约而同 使用了GGYY相视一笑 无视发生 怎么这么搞笑啊 刚刚这回合 两边化身都用了GGYY 这个操作实在是过于 过于有意思 那这样对面地府被增了 我们这边水木下回合可以起来了 没有这个说法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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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回合拉底厅我觉得可以 不然你不可能老是靠化身GGYY去防逆境了 你自己拉地厅了 别人总不会总不敢顶着你的地厅来拉逆境吧 我靠看样子他真点法系了 哥们对面法系这个说暗防御家宝宝全贴都有可能 别冲动好吗 不过他封了大唐可能不一定会那个 不一定会贴 再GGYY 还是贴了一下 这次没有烟雨剑法 刚刚那回合换地厅还是可以的 按理说如果考虑防守的话 对面这回合应该是神木暗防御家宝宝全贴 所以自己的地厅一定不会被划到 非常的划算 拉地厅 他甚至都不会取秒 很赚的感觉 蜘蛛之伤想点大唐 但是地府被封了 我伤害 他如果挂上小死亡的话伤害是够的 他如果挂上小死亡的话伤害是够的 对面大唐四回合小死亡 那对面女儿村应该会选择真地府 女儿村真地府 一方面是降低小死亡的命中率 一方面是防止地府严肃去严她大唐 除非他有什么更骚的操作 反正我目前只能想到这个 看他舍不舍得吧 因为这回合自己确实有被争的风险 这个情况自己能开无间吗 好像也不太可能 除非他觉得这只地厅能清场 这个地厅应该是个攻地厅啊 不确定这个地厅抗不抗风 风神木不让他情因三迭 别女儿小死亡没中 把他亲亲的一样呢 确实是这么具现了 如果大死亡中了的话也可以 还有大死亡的机会不要慌 他就无视这个地厅了是吧 他应该我估计他应该能判断到这个地厅是攻地厅 他觉得神木力没有必要来亲地厅 就直接亲孩子就行 其实这个判断也差不多 老实说我们这些看PK的我们也猜到了 那个就是个攻地厅 连我都能猜到 大哥对面直播会拉洋护 确定他的洋护不是隐功吗 这回合按理说不应该拉底厅 他肯定会换洋护 然后洋护没准有隐功啊 这个地府你出个别的宝宝或者起鬼眼都是可以 当然延长也没错啊 但的确不应该杀 但的确不应该出地厅 当然如果这个地厅没出 如果这个地厅出手了 那当我没说 那当我是个傻逼 他喵的不会真的出手了吧 不可能啊 这为什么会出手呢 不可能的呀 应该是他侵蚀了 他侵蚀了 或保护 他侵蚀导致的 我就说 那个是超级技能 超级敏捷 可以一回合可以出手两次 拉起来是上盾 拉起来是上盾 不让神木出宝 驱散 尝试驱散鬼眼 不过驱到了一尾独江 好 他可能也不是驱散鬼眼 因为他隐身也出来了 去不去没区别 他上把是地府放的金青 现在地府的塔是四回合 那应该还不够 不是只有5%的几率触发 这回合开封是一个很标准的操作 用来点杀对面残血大唐 他回合结束肯定会拉大唐 让他神木放这把金青空放了一下 这波也没去点他 但是你们记不记得之前驱斧在面对这种 开封点他大唐的操作的时候 他干的什么操作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如果不记得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 他是这么操作的 女儿村人给大唐鼎要 大唐按防御 这样大唐老宝宝再贴一下 刺刀扫不死 大唐出手完之后 对面化身出手 化身点大唐活血 这样神木荆棘无也死不了 就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对面这回合会不会这么操作 如果他会这么操作的话 这把可以点他女儿村 感觉对面没有人会防女儿村那点啥 虽然看上去他女儿村有个指人在 但其实 只要他不防守还是会死 就看他防的对不对了 这个点 还是一模一样的操作 只不过这次用的是破诡狂弓 没有用横扫 那感觉女儿村不如碎玉峰化身 他还弹了个假 我不知道 这回合的确是可以点别人的 包括女儿村都不一定要封他女儿村 可以碎玉峰化身 不是 不是我 这个套路不是我发明的 我先说 是因为他之前打过这样的操作 然后我想想的确可以考虑点别人 无所谓 不过他好在他大堂用的不是少 是破诡狂弓 这样还好一点 精心看把风 精心看把风 好 哎 牛逼我只能说 这还中 哎 他贴了两个 防了一手点杀给了个治疗 没有加先例 可能就必要性不大 那他这手真真亏了 因为他就把真了地府的话 自己最下回合没法真地府 我们这边女儿村 这回合就可以7000真他女儿村 再下一回合地府就能延出去了 所以这回合女 对面可以干嘛呢 对面这回合可以再真我们的女儿村 不好意思他本来就没有我们这边快 这回合先真 这回合真了一手地府是防对面用3.0元的巨剑点啥 这回合真了一手地府是防对面用3.0元的巨剑点啥 先轻力批 被工地厅A了一波还没死 所以砸了个子火如意补刀 这回合会延吗 感觉延了也不是很赚啊 你延了以后要控他下把罗汉 然后再拉地厅冲才行 否则的话延了就是浪费0元 不接着冲 怎么想吧看他 炎点大糖 是这个操作 这个点大糖 倒也不是不行 感觉必要不幸不是很大 主要你用的是横扫千军 我觉得很不划算 不知道 可能想多带个酒吧 不想带雪灵主 觉得没必要 那这回合总归是换地厅 然后笑礼吧 对面现在场上 一只佩苏两只佩苏 两个宝宝 只有两个宝宝能随机A 还有罗汉 他不用逆境吧 我们这边地府没0元 他这也要逆境哪 这有什么好逆的 马上就能起来了 我只能说牛逼 随便吧 爱逆就逆吧 反正他逆境了就接不了罗汉 他现在应该会活谁 他应该活大唐吧 亏啥我想知道 不是地府的0元 刚才延掉了 就是为了延他神木 延了两回合 他回合 他其实再过两回合也能起来 我刚才就觉得 你要么就延了 就拉地厅冲 所以延了拉地厅冲 要么就不延 他本来回合就短 一样的 这回合还是有点杀的 大唐可以扔巨剑 他化成最多只能活去活一个吧 你这回合点他还可以 对逆境出来 看他地厅有没有猜对吧 三选一 他地厅可以清一个 大唐可以清一个 神木就不能保证了 甚至连大唐都不定能保证 好 金青 他女儿甚至把金青 已经憋了有段时间了 他选择活了神木 没管大唐 他没逆境出来的话 他女儿孙就是接罗汉 再加九番清廉 再加丢尺 他有怒金青 罗汉估计也够 这把金青抗风啊 这个小死亡不重 我们不能赖这个地府 攻呢 这把金青抗风 这么慢啊大唐 还是两个残血单位 继续点神木 对面也是点神木 哦还好这次他没出 吓死我了 我操 他刚起来确实也没啥状态 不过我们地府没灵源也延不了 这也困 这应该能贴住吧 神木灵血量还有3000呢估计 对面能随机A的宝宝是3号 其他宝宝都没有输出了 他这个应该是随机A的 没A的 什么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超级星际法爆的 脸上写着四个字 我是魔的 不是我是法的 我怕魔的别人会以为我说的是全魔的 我还是说法的比较好 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起义 哈哈哈哈 哦公平你说的这个哥们啊 哎呦太真实了 太真实了 呃能看到右键点一下就行 玩话生死说的最多的就是 我是魔的 哦你这句话真的太真实了 真的真的真实 笑一下罗汉 给了一个杜疾 小死亡没挂出去 不过现在你组队进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的流派啊 如果是无量尊者的话 就可以确定是魔化生 但是有些化生他不想点无量尊者金脉 他想要那个 呃 消五嘛 他只用消五 啊不行一个杜疾不够的 会有狂攻的话 也女儿村 但是小死亡没挂出去啊 啊伤害是有点猛的 神木灵加笛子没加上 也可以吧 风灵还是留着别浪费了 反正小死亡没挂上的话 这个地厅出不了手 也冲不掉他女儿村 哎他等一下他女儿村上的毒 好像是机巧毒啊 不好意思还是没毒死 也困他女儿村 也没困死 拉隐功 防止对面出地厅 三灵源巨剑 点了他神木奇妙的 他用高速拉的大堂 不是他用高速拉的神木 哦低速也拉了一手 哎呀伤害不够 伤害够就死了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我因为 没有杀过六星 并没有懂这个梗 是不是 意思就是化身 还是推鞋比较好 不用干别的事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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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击3000 随机 随机水击 宝宝也是随机A 刚刚那个点杀 他成是应该 大唐人3.0元巨剑 然后他宝宝也拉了一手 如果是像剑惠的话 还好 如果是负战的话 拉起来大概率有藏神 一个善恶确实也守不住 所以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3.0元的巨剑点啥 我们刚才那波 点他女儿村是亏了的 3.0元的巨剑 好像是小死亡没挂上 还是是没挂上 但他挂上也一样 他好像那把是地府放的精青 大死亡中了 但是他养之洋户就出来了呀 这个 很容易 现在这个大死亡不如小死亡 我前两天还在想一个 梦幻里面有趣的事情 就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 为什么小死亡叫小死亡 是因为一开始有死亡召唤 这个东西 大家都是死亡死亡 后来出了固魂术这个技能 固魂术这个技能 好像像小型的死亡召唤 我把它叫小死亡 但是现在发现 大死亡还不如小死亡强 大死亡拉俩扬护就行 什么小死亡 你这地府沿起来 可是要了命了 只能靠拉逆境 这个还算好一点 更夸张的是什么呢 更夸张的是 四海 我看一下 暗暗防御了 防着手点杀 更夸张的是四海 以前大家那个时候打PK 还带四海生平 可以有灰灰血 效果还挺好的 现在现在谁还在四海 基本上看不见了 但是吃的吃的吃的这个 百炼青雾玩叫小四海 大四海不见了 只有小四海了 现在 也是时代的变迁吧 算是不一样 点大糖 有速度优势 希望利用速度优势 压对面大糖 他扫不出来 一样他精轻了 你要么空切他 空切他的话 就还好 但是不能空切 他就能扫出来 他只剩一滴血也能扫 四海在你有伤的情况下 你的血量超过上限 他会把他扣掉 给时木灵加个王两追魂 还没机会加呢 然后拉起来也可以开战胜宝典 四海这个四海生平这个特技 给我的感觉 他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他的作用就是 刷十八门派闯关的时候 让主怪有点事做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因为侵蚀是无视器却上限 他感觉要被毒死了 这个大糖 好惨 要被毒死 他大糖休息了 这把动不了 那这把只能征他地府 对面不知道大糖会毒死吧 但是 他的视野里看 他看到的大糖是站着的 所以他不一定 女儿孙会征女儿去研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谁快 但反正女儿孙 直接征他地府就对了 没罗汉 罗汉没吃到大糖 大糖身上的护盾值 这个也有超级敏捷 怕对面女儿孙遇风化生 开了一下封印 诶 你这一回合能操作两次 你这就吃俩五龙 这个跟等级有关系 以前金青就能搞定 以前金青搞不定 还好是把针了一下他地府 这还好对面打到了 这要不是对面打到了 你这宝宝兔演员 感觉跟 感觉跟演员一样 两个五龙进去了 能用药品两次 能用 药太多了 用点药 是的 这把要防一手 对面女儿孙遇风化生 那这把配速又得开了 你刚才那个五龙省下来 这把开多好 一个拉大糖一个开 应该是这样 我也不用这么复杂 笑对面女儿 让他 他前面女儿放过金青 人家把他女儿给笑了 他是不够罪欲的 五号 二号 那是个隐功 地府那个是个隐功 不好意思 他速度快 就抓了一 抓着抓着 抓下来 上一局没个人屈服的 这波 防了一手点杀 对面也防了一手点杀 他怕我们这边人拉起来 活血 挺好的 让他空防一个 让他空防一个金青 这个地听不就是跟一个 什么广木没什么区别吗 让他就让他站那儿好了 一会他自己就会换掉的 你放心吧 你去轻他反而浪费 我感觉 人开什么 人开什么 防点神木 也没挂上 小索 你看他是不是自己换掉了 小爽没中被大火 他之前的杀人 他没中 他这边被人换掉了 他就会换掉了 他不愿意 他不说 他不敞 他不太 他不敢 他不敢 这把他开了风铃火山 他的地府应该能快过我们这边的化身和地府 这把他开了 封女儿不让封地府 卧靠有花没封上 报警 啊呀 他没点 他抓速度 普遇 啊 啊 攻的轻配速 轻了一只法的弓的还在 还贴了一下弓的 这个弓的还在 他还能加底子再P一下 真地 希望小祖王别中 小祖王还是中了 差不多能防都防了 女儿也真了 罗汉也接了 大唐也尝试扔个无魂 区别就在这 其实这一首任务魂也考虑了一个问题 这万一他点的不是大唐怎么办 确实也不能保证他一定点大唐 这你们看到了点大唐觉得 刚才神木灵防御的时候 不是防歪了好多把吗 其实都没防 一般不会选择隐身防点杀这个操作 有罗汉出的地厅 那应该是攻地厅 而且大唐死了就应该是出攻地厅的 导致的设计 赞扶草 你们下导致的赞扶消毒 我们下导致的那边 装志 õ 修阅 北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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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增 这个 增地府啊 这不是为了不让他延长 那倒也没错 增是要增的 死前拉了个洋护出来 神木灵再拉个洋护的话 大死亡就能解掉了 神木灵拉的不是洋护 那倒我没说 笑女儿防磁行 这把有点坏了 被女儿村被笑了 这个隐身的话 感觉女儿村只能喝酒把自己的 那这把能不能这样 女儿村喝酒 地府再给女儿村修罗隐身就行了吧 应该可以吧 肯定是要死起来比较好的 看他会不会继续点的女儿村笑了 因为他地府的速度 如果他地府起鬼眼的话 只有大汤和神木能点女儿村 其他人笑不了 对 磁行起来有人心 不然要退纳自己人心断了 再给其他人回血就很麻烦 就算推拿推爆我感觉都很亏 人心一断其他人回不上了 因为他就很麻烦 因为到了后期战神宝典什么东西都上去了 输出很猛 凌云友随时拉个地厅出来 制造一个尸体以后就很难回上去 不像一开始 女儿村重新喝酒 化成推拿自己 还是没推爆 点女儿村 还是点谁 直接冲刺 不是点女儿村 他是点着神木关照 穿透 这个宝宝是能光镜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打了穿透 穿透确实爽 没有这个是那个 无间的 还好地府是把罗汉接出来了 穿透 能不能穿超级吸收 我觉得能穿 按照他的定义来说 应该是能的 有罗汉他又拉了一个 带高级进击法爆的地平 有罗汉他又拉了一个 有罗汉他又拉了一个 带高级进击法爆的地平 有罗汉他又拉了一个 水分钟 还和他一面 一位 热门 金牙 一位 一位 的 这回合其实如果拉一个高速的地厅 甚至引弓什么也是可以 的确实是把拉地厅好 这样的话对面就算拉地厅也没用 我以为是让它们备好 对面的只能备好 但是不让它们要缩口 它们的缩口 还不太能备好 它们的缩口 它们的缩口 继续撰得更好 是否还能够 可以和它们的缩口 是否在这边 我觉得这样看的话 我觉得我的判断是错的 当时他那波逆境还是挺重要 这么想想确实是 大家说的是对的 我错了 地步陵园也没必要存 丢尺吧 安全第一 我错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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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屈服总的来说他地厅拉的都还是挺好的 都不管攻法 你可以说他攻地厅拉的比法技厅好 不是说他法技厅拉的不好 应该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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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村被笑了不够磁行吧 拉起化身使了女儿 等女儿磁行 地府够笑 开了个风 也不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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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建议啊 这个跟我之前建议的一样 我建议他们不要练国标 因为我觉得 你跟人家在同一个赛道上跑没必要 你要么就开发一点别的阵容 要么就等 本来梦幻就是一代一代的 他有的时候这个阵容强 有的时候那个阵容强 你打着打着 没准啊 你不需要加强你自己 你只需要等到合适自己的版本 出现了的时候就好了 或者你自己像那个福子庙一样去开发一个 哎 我觉得我能打国标 或者说我可以用别的阵容能玩的阵容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我之前开直播讲过啊 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 总体来说 博标胜利是不如其他阵容 这里就问题就在这儿 因为啊 你 珍宝哥主力更新的老板 我可以就这么说吧 主力更新老板是不是就是三哥 都是你的 对不对 人家的 respeOOM